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是第三年回來 就是我們算是停過的 所以待會兒的 slide 裡面 我可能也大概有幾個是需要 recycle 一下 因為畢竟從 1st episode 2nd episode 到 3rd episode 我是希望就是說有些連貫 好 那 在開始之前想請問一下 有幾個在去年和前年有回來 有聽過的 OK 好 還不少 那希望你們就是 continue 來發問 那我的一些 topic 是有 continue 的 那如果說 你是今年第一次參與 如果你有些其他問題 請不要就是太 shy 我這個人很 怎麼講 我的演講是沒有 不是很拘謹的 我是很 casual的人 OK 好 那這一次呢 所演講的內容 跟我公司的 project 跟我公司的 technology 一點都沒有關係 完全是個人的經驗去 我也很小心 這個我的 slide 甚至還經過我們的 legal department review 所以 I'm OK 但是我講的嘛 就可能他們就不能控制我了 好 那我來做一個 self introduction 對今年第二次來第三次來的 那就有點抱歉啦 你可能要聽第二次第三次啦 那我想就是說把我的一些經驗 share給你知道 那你可能就是比較容易發問 好 那 我就像剛剛在panel裡面提到的 我第一個工作 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了 我是台灣成大畢業化工系 那當時在高中的時候呢 我喜歡數學 化學跟生物 但是那時候的學科裡面 沒有一個把三個統合起來 那我就用我的第一個喜歡是數學 第二個是化學 我就去讀了成大化工 那成大化工第三年 我就想說那我做polymer好啦 那我想一點bio的東西 我就做了LCD 就是那個所謂的 biopolymer project 然後之後出國我在UC二買讀了chemical and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excited的就是說 我終於可以碰到live的cell 因為你做LCD biopolymer still死的東西啊 只是說它material是從這種所謂的那個corresterol 就是有點膽固醇的東西 把它演變成biopolymer 所以呢 我在UC二買畢業的時候 我花了四年半 拿了Master跟PhD 就把它給供下來了 然後到還沒有開始進入工業界之前 1997年 Unfortunately是美國的一個經濟大衰起 尤其是對biotech來講 整個市場上都沒有hire一些新的人 只有一個地方開始hire新的人 就是cell culture 那因為我的PhD 是做的是Ecoli跟East 因為這兩個是最簡單 你也最簡單 說真的我要謝謝East 在我四年半裡面可以畢業 如果我選擇是其他topic的話 我閉不了業了 因為East的長太快了 90分鐘 然後那個Ecois是20分鐘 每面sale24小時 你看那個怎麼一算的話 我蹲在那裡蹲到時都還出不來了 那我就在97年畢業的時候 因為整個industry的job不是很好找 那或許是美國也是在另外一個biotech的 另外一個上升的上升 就像那個微笑曲線 對不對 今天有提到微笑曲線 或者死亡曲線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它 那在我Polestar在Colorado的時候 我改了我的topic到Memensale去 我想說Memensale 整個industry10個job 不需要任何經驗 Ecoli方面 只有一個job 需要15年經驗 我說我怎麼跟人家拼呢 所以我就改了一個走向到Memensale去 但用的技巧都一樣 對不對 都是Genetic Engineering 你怎麼Grow the cell在BioRelect 或Fermenter 你怎麼講 那Purification在存化也是一樣 Formulation也都是一樣 所以 不是有很大的差別 所以我第一個工作在1998年 一月去了Regeneron 那剛剛你也聽到 Regeneron在1998年的時候 只剩下250人 在前一年是2400人 那整個就是大砍 因為要不過嘛 那所以呢 這個98年去的時候 他們就丟了那個 艾里的這個 Gene給我 它是Egypt Trap 然後它的分子大小是220kg down 真正antibody是大概150kg down 那當時就拿啦 就做啦 那慢慢就是 引爆這個project 我待會可能會再提一下 所以我做的就是 因為我剛轉行嘛 所以CMI creation subcloning selection early stage process development 跟preclinical的production 還有就是Face 1的take transfer 那我在這邊可能大概先講一下 因為你可能第一次看到preclinical production 如果你不了解這整個Face的話 preclinical production是做來做toxicology的supply 那toxicology在哪裡做 要在那個priming裡面做 那也就是boboon啦 monkey啦 那我們之前 research label的laboratory的material 來support mouse啦 rabbit啦 dog啦 這個東西呢 不在我的support範圍 所以我的preclinical 必須是在 那個size 那個scale 盡量跟你待會的face 1 越接近越好 不一定要完全一樣 但是越接近越好 但是很多大farmer who cares 我cook了一大鍋 沒有用就算了 但是我有我的目的 我待會會講 ok 好那我第二個工作呢 到了J&J 從New York 轉到了大概 那個Philadelphia外面 所以呢 那時候的公司 是Synacore Synacore就是underJ&J J&J有總共200個子公司 Synacore是其中一個最大的 Bio Pharmaceutical公司 那現在的名字叫Yongson 好 那我就是說也把他們的logo放在這邊 Fortunately 那時候我為什麼會參與 因為他們有個Face 1,2 pilot plane 要整個蓋起來 或者是說 也不是蓋起來 就是開始要start 那那個過程當中 我就覺得說 是我可以開始去涉獵更多的東西 所以你看看 我當時的career 是在Face 1,2 Tech Transfer 然後就開始去operate Face 1,2 之後呢 Synacore 在Ramacate 1998年 就是說出來之後 都沒有藥 都沒有藥 然後他下一個藥 就是Simphony 然後followed by Stereira 這兩個藥 大概在2002年的時候 我剛加入的時候 才剛好進入Face 1的production 在這個pilot plane 沒多久 一年後Face 2 沒多久他說 要進入Face 3了 看起來好像很promising 所以呢 我就跟著project走 進入Face 3跟post commercial的這種transfer 那當時interact 今天也另外一個topic想要跟你了解的就是說 CMC實在太大了 你其實medical幾個scientist 一些doctor 四個三個已經很大了 他們幾個assistant在那邊幫忙搞 十個就已經很大了 regulatory 最多一加一兩個 for CMC regulatory 再加一加一跟clinical 因為待會你也會看到 整個regulatory其實有兩個arm 一個是CMC regulatory 一個是clinical regulatory 也不是很大 program management 一個兩個三個最多 那個committee公司的也最多 就是五六個七八個到十個 但其實CMC的team多大你知道嗎 至少 至少 兩百人在總公司的development 再加上兩百個人在manufacturing 至少要四百人引爆 所以我當時在Sentacore的時候 我一天開會Face 2 Face Email打電話什麼的 總共加起來我一天要interact大概兩百個 所以我們的責任很重 如果你是真的要走CMC這個路線的人 很重 你的communication要很快 你今天我interact到荷蘭去到愛爾蘭去到 Midwest 在那個Saint Louis 那我們是在東岸 那你看看我早上一大早進去五點 其實那個歐洲的Email已經進來了 就要開始handle了 到了下午要回家之前 Midwest還正在四點 所以你要怎麼handle這個東西 那話又講回來 你今天如果不把一個事情給回答了 他們那邊明天就講 六小時五小時的時差 那到最後這個東西你來了沒有 沒有來我們又不能做 所以他們有時候waiting我們headquarter的一些決定還是什麼 所以這種communication是很重要 collaboration internally 不需要是我們剛剛在panel講的是 去跟外面的廠商找collaboration license in license out 不一樣 那這是intern ok 那接下來我去參與了那個A仔 原因是因為這兩個要我push上去之後 我當然也是part of the team 不是我一個人的能力 然後做了一些跟FDA EMA 還有一些interaction 就覺得說我大概已經從A學學學學到了Y 但是我一個Z還沒有做過就是我自己怎麼operate 然後剛好這個廠 他剛好build了一個foundation 然後就在Synaco外面大概20分鐘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講說那你願不願意來幫我們啊 你有那麼多經驗啊 我說好啊 看到那個一個foundation啊 然後就這樣蓋上去 why not 所以我在這邊已經第七年了 六年半快七年了 所以呢也是覺得非常的excited 那我現在support的呢 比如說一個月前我去新加坡 我去日本 那也是support一個global的一些tech transfer 因為我要support那個CMO的oversight 好這就是我的background 所以呢我雖然是比較more option 你可以看到CM line 但是我的社會也有purification formulation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一起 說真的聽久也大概略知一二 所以我今天有點就是說help 然後這方面的一些 所以這是我們的廠 在2009年Portu 然後2012年就完成了 還很漂亮 美國廠就是像這樣就是很漂亮 那個窗戶很大 然後廠其實在中間啊 這外圍都是做的地方 有到Fididavia去找我吧 如果可以 好 在過去這兩年2015年的時候 我們比較著重的是在 什麼project management 還有quality的方面 就是我們從discovery clinical phase 一直到quality target product profile QTPP 那時候很 我們當introduce說 因為當時為了spark 當了SI2C 那我們想 希望就是說給他們一些了解 好像 有點雜音喔 有點吵喔 沒關係 不是我了解了 因為我的這個 因為我在動的過程當中 他磨動 插到 好 所以呢我們當時的想法 就是說想 幫所有台灣startup的company 來了解 你如果不訂QTPP的話 你之後再來訂太晚了 那如果從 clinical的方面來講 他們是會設定 target product profile TPP的 以CMC的人要了解 TPP的定義是在哪裡 我們轉換成QTPP 那去年我們開始又introduce early stage development 甚至於教你怎麼寫IND 那這IND的module 你必須要 很了解它的structure 了解它的ICH guideline 了解一些guinline 你才能去 design你的CMC 否則你不要說 我今天都不管這些regulation 然後我develop 好了 嘿 跟上面的人講 我們可以fileIND了 結果一直在寫的過程當中 就發現 千瘡百孔 因為這些東西你沒有 沒有 那這個就不對了 所以當一個CMC的人 你要先了解map 然後從map裡面去 一個點 一個線 一個面 慢慢去把它補起來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今天的topic呢 所以jump有點快啦 到let stage去 但是我希望就是share給你 那你就看到你的遠端的目標是什麼 至於明年我們來講 tech transfer 還是process validation 還是post commercial support 再講了 tech transfer到CMO去 還是你們自己的廠 我們再找一個更多的topic 好 那今年我們focus在let stage 好 那我現在做一個background的survey 因為很多participants 你是從classic的pharmaceutical 你可能是classic attraction 或者是這方面 所以我第一個問 想請教就是說 你是真的involvebiologist嗎 從R&D到什麼都可以 如果你是biologist的方面的廠 或者是研究單位 OK 好 謝謝 好 所以有些部分 不大了解 我就打算就是要小心翼翼的 來 就是introduce這個background 那你是R&D的請舉手 好 不少 你是process development的 OK 一個 兩個 好 我們是戰友 好 第三個是 你是做就是formulation development的 一個 喔 很多 好 有人甚至multiple involved 很重要 謝謝你的舉手 因為讓我感覺到 我要特別強調 biotech 或biopharmaceutical 需要multiple discipline的人才 OK 我甚至跟我的組講了一句話 先把手放下來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手指頭 我跟我的組講 因為我是屬於upstream的嘛 那我就跟他們講 第一個 你要懂得你在laboratory scale的understanding 不管你是什麼 第二個你要有large scale understanding 雖然你的公司沒有那種經驗 但是你要趕快去找那些經驗 有經驗的話 或者是參加conference 第三個 你要懂得 第二個 regulation regulation 是屬於GMP的 你不要devil一個process GMP根本放不進去 OK 第四個 regulatory OK 你必須要了解 我們剛剛講的 有哪些regulation 第五個 你必須要了解 你怎麼做technology transfer 還有process validation 我把它統成在一起 有時候是phase 1 transfer phase 2 內transfer到外 不管 因為你講的knowledge 你講的terminology 人家聽不懂 有可能會造成誤解 結果煮出來一鍋 兩個million的 一鍋 可能最後就down the drain rejected 最後一個 我剛剛講的 你要做一些像 program management 或project management的skill 你知道你的timeline在哪裡 你不能講說我今天我很厲害 我閃TV background很好 但是delivable 明天要交 對不起 再給我一個月好不好 每個步驟拖一個月 一個要拖幾年啊 所以我們每一個步驟都在省時間 我們省時間省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省到一個小時 每個步驟是省一個小時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跟荷蘭那邊打電話 跟荷蘭那邊email 我一定五點進去之 有時候沒有那麼早 五點半進去的時候 或者在家裡面 在還沒有開車去上班之前 我就已經開始在處理email 然後我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你想一想 五點的時候荷蘭是下午 一點 我到公司七點 如果那時候他們已經是兩點了 對不對 就是說你是這麼算的話 就是時間越來越少 當你真的九點開始上班 大家大夥都回來了 他們都已經是下午三點了 有人都是四點就離開公司 剩一個小時幹這個事情很難的 所以有時候一些schedule 你必須要manage very well 大家互相勉勵 你必須要有project management skill 來control你自己的timeline control你自己的delivable ok 好 然後有人是analytical方面的嗎 或QC的 好 有兩位三位四位 quality assurance 沒有 喔 一個 ok 兩個 好 quality assurance 我們那個policeman manufacturing還有production方面的 一個 好 program project management 喔 比較多了 謝謝 你是regulatory affair或medical affair的呢 好 也有幾個 sales跟marketing 好 好 那既然就是說我大概了解一下自己有哪些歐點 我們都知道bio跟傳統的classic這個formula 那個tintesis chemical 我們叫small molecule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這個還只是monoclonal antibody 是150kg 我剛才講過了 factor 8 250 我上次做的艾里那個project是220kg 那如果說你跟aspirin 改比的話 那真的是小物間大物 所以它那個東西呢 structure幾乎都定下來了 它是存化的 它的架構 那個那些bonding都已經是架構的 所以它不可能有第二種 如果是第二種 那叫做impurity 但是bio呢 它有很大的複雜性 它有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所以它整個structure裡面有很多的heterogeneity 那這些都有用喔 你不能說oh 就不可能有用 所以有很多東西你要去了解 這東西呢 我真的是 我必須為那個analytical people 一些讓他們的那些burden 真的是要說thank you 因為這些structure 聽說 聽說 每一個structure都要做understanding 它為什麼會變這個 然後呢 它的function還在不在 我聽說啦 很累的 但是 有時候我們也 隔行如隔山啊 不想 就說 涉獵太 他們的那個領域太多 接下來biolygist 有幾個部門 peptides 有時候有enzyme the growth factors moloclonal antibody 是最常見的 fusion protein現在也越來越多 還有我現在要引導另外一個就是antibody drug conjugate 那你們都知道標靶藥物在治療cancer 都是antibody 帶著它自己來用fc 來引導marcophage 這種cell來進來做keeling 但是現在呢 經過大家的一些understanding 其實要讓它加強成 標靶中的標靶 一般來講 你放了一個toxin上去 它可以intronize之後release 然後kick那個細胞 然後even更好 所以這幾個都是biologists 雖然我們叫biologists 在FDA裡面是seeder來handle 而不是seber 你們有對seeder seber有聽過嗎 所以seeder是屬於drug 一開始1999年之前 這些antibody是到seber去 有人說你用細胞養的 細胞生成的 所以呢我們要你去seber 來申請你的license 後來發現seber的regulation 實在太高了 它給什麼用的呢 它給gen therapy用的 給cell therapy用的 給tissue用的 給vaccine用的 哇 那個東西它本身細胞就是product 對不對 vaccine就是把它給打破啊 你把它就是打到人裡面去嘛 所以它regulation太高了 最後好像是有點抗爭吧 或者就是petition 所以最後這個biologists的方面 在大概2000年初 變成seeder來handle 喔 真的是天下太平 seeder比較reasonable一點 就是share給你們知道 所以呢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還是回到seeder去 因為我們沒有放任何細胞在drug裡面 OK 就是給你一個background 好 那為什麼它會spatial 剛才講過了 primary secondary tertiary 還有它的size charge也是 因為每個aminoase 有不同的charge 有可能到最後是negative 有時候是positive overall 它的folding by disulfide bond 如果今天沒有fold的好的話 它就變了 還有hydrophobicity 也有可能 還有glycosylation 因為fc上面有可能有些glycans 我上次做的那個ILE 因為它的fab是被receptor取代 receptor上面有很多nlink side 所以最後整個monicle 是total OK 如果我沒記錯 一個arm就13個 nglycanside 兩個arm加起來是26個 所以你在run那個IEF gel的時候 是smile的 它沒辦法focus 太複雜了 這東西都是很奇怪的 bioactivity 每個heglycanside 裡面的不同species 是isomer 它們是不是有不同的activity 我們曾經有發現過 有些東西呢 它的activity是 它的20倍higher 那這個東西 那FDA就會問你了 那你這個每次產生出來的藥 這個多一點 是好還是不好或什麼 其實說真的 任何的change都是change 沒有好跟不好之差 有時候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Zoma Zoma在San Francisco 它的隔壁就是genotech 現在變肉血了嘛 Zoma有個process 要transfer license out 給genotech 因為genotech 200多人 400人的腸 他們這個monage都很好 他們grow的這個culture 非常的babysitting它 所以他們glycosylation呢 sarlyase是非常高的 你們知道glycosylation上面的最尾端 是glycosylation 所以genotech 好高興喔 我們這個東西 health life 一定是longer than zoma 的virgin FDA給他打了一個回票 他說 如果longer的不是efficacy喔 longer also你的side effect是longer喔 你的erverse effect也是longer喔 真的喔 結果他們還要改藥名耶 所以變成一個新的藥 所以以前的clinical data 在phase 1 2 3的 不能用 重新拿genotech所產生出來的product 再重做一個小的phase 3 所以有時候你們要很小心 不要說我improve了 improve三排FDA不喜歡聽喔 因為任何的change 所以為什麼有現在很多commercial的藥 那我們稱作dinosaur process 因為沒有人敢碰 結果10年後20年後 還是一樣的process 除非這個整個process已經drift了 沒辦法handle quality變壞了或怎麼樣 才去做rescue的動作 如果還好 不要動 那個東西在公司裡面都是landmine 沒有人敢踩的 尤其regulatory都跟我們講不要動 好 因為每一個filing好像很 一個minion 大概要一個minion 你不管什麼小的變化大的變化 你只要一file東西到FDA去 processing fee 因為你要process嘛 好我們不prefer有哪些呢 aggregation 不是好的 因為aggregation 在循環的過程當中 就會被liver給拿下來 incorrect folding 你的一些immune的東西他就會發現了 truncation fragment 那更不好啦 還有aminoacid的multification 因為在purification的過程當中 他可能改變成pH 或者是一些環境 他有oxidation 還有deamidation 還有glycation 這東西跟glycocylation不一樣 他們也是不是被prefer的 好 目前這只是一個大約的介紹 一個bio的東西給你了解 ok 他非常複雜的 好我們進入CMC CMC呢 我跟大家講 常常講我們是更強的啊 然後就在那邊 排著那個medical 他們的discovery 就像剛剛 那個張宏仁 那個 好像是副理事長 對 大家都叫他張董 但是他副理事長 在TRPMA 他講過一句話 他說 project 或者是那個 我們就是所謂的project的identification 你怎麼找project 是很重要的 我們曾經有很多藥 我們 這個藥好棒喔 很好萃取 很好做什麼 做得漂漂亮亮的 結果那藥不work 因為有些project team 他select的時候 他select什麼 affinity 就affinity如果做RA的藥啊 把tm 那個 那個什麼tmp 呃 這兩天講不出來 tmpf 對不對 還是什麼 然後就是把它給拉下來 這個這種factor 就是information 或者IL 2 IL6的這種factor拿下來 是好的 但是呢 如果是你要做oncology的話 你的fc要有function 那個尾巴要有function 你不只bind而已 你還要做下一步動作 結果他們只能bind 下面沒有動作 結果那個藥又fair了 所以很多我們在CMC裡面 常常我們cook了一鍋 supply了一半 沒有效 然後那一鍋就在freezer裡面forever 我們曾經有做過這種事情 所以 我們CMC呢是真的是support整個project 所以很希望medical science的人 如果你們有一部分是屬於做discovery的 請你們把project選擇好 一定要work 否則要重來 好 那我們這個product development在bio方面 今天沒有touch到smallmore一個 smallmore一個有不同的chart project development方面呢 我們有upswim跟downswim 有的公司呢 他叫了不同的名稱叫做 fermentation跟purification 那這之間的差別就是在harvest那個步驟 如果upswim改成cell culture 就是只cook了一鍋到bio reactor fermenter 不做任何動作 然後呢 purification的人就進來 做centrifuge filtration 然後繼續做 還有他下一步的charmography column啊 這種東西 但是呢 我的廠裡面 我的title是upswim 也就是說 我是做harvest的動作 所以我在 我的bio reactor屬於裡面 我有centrifuge 我有dex filtration 我要做到 totally cell-free的condition 我才丟給downswim 那downswim他就不做filtration 或者centrifuge的動作 好 那這樣的話 以整個regulatory的話 他們比較prefer 不要把髒東西帶到下一個 但如果那樣的話 他們有可能有不同的書意 一個書意就是專門做harvest的 然後一個書意做previral 一個做postviral postviral、previral 我們待會再討論 如果我忘記了 請提醒 好 第二個就是formulation development drub substance and slash all-drub product 原因是在這裡 很多 small molecule 他所做出來的API 這drub substance equivalent to API 但是我們bio的人 我們不喜歡叫API 有幾個原因 記得去年我們講的 IND的module 請問 drub substance module 它的title是什麼 3.2.s point something 那s從哪裡來 drub substance 如果是API 為什麼不叫 所以point to point A P I 沒有啊 所以呢 我是建議真的是用 drub substance for 那個balk的部分 你即使我是覺得應該 interchangeable沒錯 我甚至會建議 什麼某個人 不要再講API API了 因為我是覺得 drub substance 比較正統一點 那那個API 它是一個simple的powder 它根本沒有什麼formulation 一般來講 那crystallize 就乾了嘛 所以他們的那個small molecule 那個formulation的步驟 是在drub product 怎麼打定啊 它裡面放很多 ecebium啊 但bio的東西 就不能這麼搞了 bio的東西呢 在drub substance裡面呢 就開始要做formulation In the past呢 有些sucrose 有時候Parissobe 80 有時候有一些其他的ecebium呢 他們在drub product的stage 在加 現在的 我們要講說 Industry Benchmarking 我們已經在drub substance 已經做完了 drub product stage 就是把它thaw 或者是filter combine 就直接就打到bio裡面去 或者prefuel synergy裡面去 或者就做lial的 所以一般來講 在drub substance的地方 以現在的走向 都已經做好formulation identical 或是drub product 好 identical development 有好多事情要做 他們真的是最忙的一群 release 還有catelization 那這些release的testing method 或catelization的 method呢 可以support stability program 可以support comparability program 任何的change 你要做comparability 改了site 增加了scale 改了process step 多加了一個什麼formulation 你都要做一些comparability 好 production呢 drub substance 跟drub product 一般來講都是分開的 即使在同一個公司 同一個campus 也可能是不同的building 或不同的section 所以幾乎是分開的 因為drub substance還是比較髒啊 他們的感覺 drub product requirement 比較高 好 例如你看到drub product的人 常常就是 穿著 密密不通工 有點像在做那個 semiconductor一樣 一進去就是只看到眼睛 我們drub substance 比較隨便 就是bio burden control that's it 好 所以就有點不同 好 到目前有什麼問題嗎 CMC 有些東西是真的跟去年一樣 但是我就是還是慢慢帶動你們的一個了解 這個drug development啊 我們剛剛講的balk不是drug喔 drug development必須那個presentation是到clinician 叫醫生的手裡 那個地方才叫做drug clinical development呢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過了 drug development 我可能跳了一個slide來再講一下 也可能比較好一點 太多了 這裡 我先講這個 我先跳這個來講好了 drug development就是把一個東西從benchmarking到真的commercialize 這是整個drug development drug development有兩個部門來support在一起 一個是clinical development 我們永遠都是用clinical development當作我們的guidline timeline 這種 stage 然後我們CMC呢 就在後面 或者在前面 看要怎麼拉還是要推 我們就在那邊做的 所以CMC其實我們叫product development 就是用一種API的mindset 或者是用一種drug substance的mindset 我們的product還不至於是一個drug 因為醫生不可能拿了一個吸管 到我們那個大桶裡面去抽 然後打病人 我們不可能這麼做 所以整個那個CMC development還必須要到整個deliver 算它是一個vial 或者是那個lial vial 或者是prefilled syringe auto injector whatever給他們 好 那我來回到之前 那這個drug development就是整個overall 然後clinical development就provide了這些不同的phase 然後一些discovery如果不成 再回去 不成再送回去 一直cook 那他們覺得說 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project 就是identified 是一個candidate 我們叫candidate selection 我們CMC才進來 所以我們CMC不involve discovery之前的東西 然後我們一進來之後呢 為什麼在preclinical之前一點點 其實就是為了要做所謂的developability 我好像沒有寫developability 好 就是說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寫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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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綠色其實就是屬於developability 我們CMC的人 因為我們知道整個後面的發展是怎樣 我們就進來做一個consultant 跟discovery在lab的scientist跟他們討論 你這個可不可以被developed 因為有可能他們做出來的東西是很好 但是不stable 可能很好 但是不好handle 可能很好 productivity是非常非常低 你怎麼commercialize 所以這東西有很多事情 我們必須在後面CMC的人 趕快去幫他們審核一下 然後審核好了 可以了我們就接手 我們就開始做這個developing的階段 好 然後呢 在end of phase 2 這個地方我畫了兩個紅線 這個地方呢 之前我們叫early development early development就是從phase 1 phase 2 有的公司phase 1 phase 2之間不改任何process 因為覺得沒有那個必要 或者他investment不同 之後呢 就是屬於late stage development 很多公司叫full development 因為都已經late stage了 你再不develop 你怎麼file BOA 這是full development 好 這early stage development的過程當中呢 有很多迷迷嘎嘎 我們在慢慢再討論 late stage呢 可能在這個evolving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要be ready ok 那FDA他講了一句話 從the end到the end or beginning 所以整個東西呢 你必須要consider你的process 其實是你的product 有可能你今天換了一個廠 你今天可能換了一個小process 換了一個column 你即使similar size 他有可能他performance就不一樣了 所以bio的東西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不像chemical synthesis small molecule 你知道structure對了 誰都可以做 所以為什麼generic很好做在small molecule 但是你有沒有聽過generic在bio 沒有 只有叫做biosimilar 或叫做bio better 對不對 MGEN最近也是做出了bio better 之前那個Samsung或者Celetron 他們做的就是那個biosimilar ok 就是跟大家share一下 所以我們這個mine呢 從頭到尾要一樣 或者是說從頭到尾的整個process 是你的product 那我們就要開始注意幾個東西 在你開始做late stage 的development之前 你要了解這些東西 你要趕快去讀 一個是ICH概覽 ICH概覽裡面有講到 你的stability program 你的analytical method qualification validation 講到你怎麼做virus clearance的東西 你怎麼做process validation 或者好多好多 都在ICH感染裡面 FDA EMA 其實他們都是抄襲ICH下去的 但是還有一些屬於regulation 是給廠房的 他們有些code 你的water要怎麼做 你的steam要怎麼做 這些東西有時候都很重要 好 那個從TPP到QTP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Quality by Design 我還是要重新大概溫習一下 Quality by Design的ICH概覽 或者是FDA概覽 在2001年出來 2001年 16年前 16年前出來的時候呢 他也想說 反正這整個防修理膏都可以用啊 一般來講 第一個先用的是在small molecule small molecule的人呢 他們就開始運用了 Quality by Design 我今天改了一點溫度 改了一點壓力 改了一點concentration 它會做出什麼樣的效果 我用了這個map 或者我們叫做response services 來跟FDA討論 以後這個change是屬於小的 我不用file 可不可以給我做這樣 喔這個change是大的 我一定會圓圓 老老實實的給你file我的change 所以是從這個small molecule開始 small molecule開始完之後呢 就往drop product走 因為drop product太簡單了嘛 打個定 放個膠囊 在bio方面就是灌進去bio 再prefuel syringe 說真的 有時候fuel finish再一天就做完了 搞不好一天半 對不對 所以就是Quality by Design 就慢慢就往那邊走了 好 2008年 FDA問了一句話 你們bio的人 follow quality by design了沒有 大家都是 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bio太難了 所以那時候呢 FDA就encourage 還有EMA encourage一個叫做 working group working group 就是between 大概七個公司 Amgen Genotech GSK Pfizer Merc 大公司 他們就去討論要怎麼用 說真的 我很感謝那個activity 那個activity到今天 造成了很大的biotech industry的合作 因為2008年之前 你去參加那個international的conference 每個人present出來都是十年舊的東西 每個人出來都是經過了那個legal department 刪這個刪那個刪那個 看起來都不知道在看什麼 也只有一個idea而已 但是沒有很多 我們現在 我們A仔也參加了另外一個forum 那個不是就只有七八個公司而已喔 二十幾個公司 是整個international 每個人呢要付 不是每個公司付個 一萬五千塊美金的年費 來operate 然後就有一些administration啊什麼 我們裡面就有二十幾個collaboration的項目 大家就是說只要不牽扯到proprietary 我們都盡量的share 而且是share的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甚至還有產出一種 一些discussion跟FDA跟他們談 跟那個 那個EMA談 所以我們大概都有這方面的一些collaboration 好2008年那個working group成立了 他們要討論要怎麼apply這個quality by design 到這個bio方面 那我們必須要 要很小心的做這些方面的一些考量 所以2010年他們publish一個report 喔怎麼做 好怎麼做 第一個他們做進去做到formulation去 第二個他們做去哪裡 purification去 這個upstream啊 永遠趕不上的 因為太難了 那個upstream就像baby一樣 你今天能predit今天baby今天哭是為了餓嗎 還是明天哭了是為了尿不濕呢 還是後天哭了是因為感冒了呢 所以有時候很難的 所以到最後 那個genotech在兩年前 剛剛file第一個pure quality by design的filing 他們真的也是首屈一指啊 genotech 我跟你們share一下 那quality by design呢 要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 也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major product quality 有可能是aggregate 但是aggregate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測出來 SEC啦 Aggregate可以用sds page啦 所以這個critical quality attribute 只是一個high level concept在這個東西 但是呢你要有一個method去major它 這個critical process parameter就是在你的upgrade的過程當中 temperature pH upstream的話有dissolve oxygen 可能有rpm 或者是不同的vacuum還是什麼 我們就隨便講幾個 那這個東西呢就是他的project parameter 來control你的quality attribute 好 所以呢 現在基本上我是做一個大概的一個解釋 那這只是一個example 我們剛剛講過了 QTPP跟CQA這之間有可能有些link 那for example你的administration的route是什麼 而有可能是打靜脈 是IV還是subQ 那我們待會就用一個例子 你今天如果大家都覺得打 subQ是beter的話 就剛剛我們panel也談到了嘛 patient oriented的一種 或者customer voice 他說我不喜歡打IV 我喜歡打subQ 就這麼講好了 那這個東西呢你就要想到 那我怎麼formulate 我formulate你的drub substance或drub product 你不可能說 今天medical方面來講說 我需要有這些的 mask 就是說這個drug 但是我又是low concentration 就要打一包5mall的 哇在subQ裡面打個5mall 那真的是會變成噴水池耶 或者就是一個小山丘 最多最多可能搞不好是一個mall 1.2mall 或什麼就這麼講好了 哇那formulation就覺得說 我要develop一個 可能要150 200個mg per meal的concentration 才能達到那個藥效或者 所以這東西都是 從那個TPP變成QTPP 然後就把這個東西帶到CMCT裡面 我們大家就一起來解決這件事情 另外一個例子 講poency好了 biological activity 以前的人可能就做binding而已啊 alizer alizer代表現象嗎 沒有啊 它是physical binding 那我們做bio core association 什麼什麼 dissociation 當然不一定又是真的bio activity 所以現在FDA EMA 開始focus在model of action 你要有一個sale based analytical method 所以呢 現在呢 很多公司都開始 develop很多所謂的indicator cell line 來開始來做這方面的 一些understanding 你今天 MOA不了解FACE 1、2 FDA可以得過且過 到了FACE 3 你必須真的demonstrate 為什麼 因為剛剛講過 不同hydrogenity的一些molecular isomer 它會問你喔 這個型是不是跟100比起來 喔 那個可能只有75 OK 那個型可能變成125 OK 加起來 average可能是101 102 所以那是你的release back 但是你有沒有catelize 你的不同的isomer 在你的population裡面 那你怎麼去analyze 75 vs125 你不能只是用binding 因為binding對他們來講 可能都identical 所以這個東西你要考慮 我是用這個例子 OK 所以呢 我們剛剛講過了 那這些東西我們要討論 比原來的monomer還大 或者你可以用reduce non-reduce SDS page 或是現在recently已經come 有那個capillary的method major的fragment 他dequidant 那這個東西也很重要啊 為什麼 dequidant以後會support stability的program 我們待會再討論看stability alight of binding activity 可能有link to the buoyancy 但是 buoyancy不代表activity 這東西要小心的handle 好 這CQA只是一個statement 我想說大概略過 你可以read by yourself 然後這東西就是我們 在做CMC裡面的了解 從TPP push很強的進來 但是除非有問題 我們才反饋 回去跟他們講 這個可能不work 那這個東西也是push很強的 進來到CQA裡面 然後這兩個之間 我們要去做study 那這整個overall就是quality by design 好 critical process parameter 這個也是給你一個definition 就read了一下 ICH剛剛的Q Q8 現在已經revised second revision了 就是大概看一下 希望對你們那個CMC development會比較有好處 我們就這麼講好了 你在做你的R&D 你會產生一些小小的batch 但這個batch根本不是叫GMP OK 即使連preclinical也不是GMP 所以 一般來講我們的做法是大小廠而已 你們如果說真的不行的話 preclinical呢 一般來講做的size 是跟scale跟face1是一樣的 原因是這裡 你今天做完一個 formulation 你的R&D的部門一定會做一個小batch來大概了解 對不對 喔他已經6個月了 他已經12個月了 安啦 我們就scale up OK 我們就做了對不對 所以他那個development size的這個 formulation 在stability 在laboratory condition 他只是做一個scouting的動作 就是所謂的先發部隊好了 我們就這麼講先發部隊 那個偵察部隊 好了 那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scale裡面 這兩個假設是同一個scale 我們還是要cook一鍋 做tax的material tax的material有幾個purpose 第一個不只是support tax support reference standard 你的reference standard才有怎麼去releaseface1 你不會講我這個是face1跟tax在一起 你怎麼release 喔安啦 沒有這就不安了 QA就會開始問你了 你怎麼知道這是對的 所以呢 我們用R&D laboratory的material 來releasetax 不能講release sorry 我不需要說disposition release是quality term disposition只是說他可以用 繼續用下去 所以呢 在preclinical的時候呢 用他來against 就是說來qualify他 然後用preclinical再去qualify他 你這樣才是一個 從quality的understanding裡面才對的 因為這個已經可能跑得好快喔 跑到了一年六個月我們講 設好了或者一年好了 然後preclinical呢有點behind 六個月behind 喔現在才剛好三個月 這三個月跟他當時三個月的data 看起來喔差不多 good 然後等到這個剛做出來可能 他們是一年他是三個月他是零 那如果說有一天你的R&D 因為是在laboratory做的 有可能沒有control好bio burden什麼 你就發現不對了 或者是說那個scientist 有時候在拿的過程當中 不小心弄壞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要這邊confirm一下 如果這邊12個月出問題 這邊我們就要開始模擬他12個月 會不會出問題 如果這12個月也出問題的話 你要跟FDA講 我Face 1就只有12個月 因為你這邊都已經比他早六個月 這邊比他早三個月 所以你有反應的時間 我聽說台灣有很多公司 小的 或者是從academy出來的 他們把這兩個酷一鍋 沒有時間差 甚至於是同一鍋 那怎麼辦 你就沒有反應時間了 你的stability fail了 那整個那個batch你就不能用了 所以要小心 好我們就是來講一下 然後呢 Face 2可能就是酷個兩鍋 Face 3酷個更多鍋 一般來講 Scale Up是在Face 2 Jump Phase 3的時候 Bio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不像small market small market 可以用pilot scale 來做commercialization 當你都已經拿到license了 你再去找一個大廠 我要變多大 依照market demand 我再transfer一次 是可以的 Bio不行 Bio的Face 3 跟Commercial的support 必須在同一個廠 因為你File的BLA 就是用這裡的data 來support這裡的commercial 那我們剛剛講過了 process change scale change anything change 你要重新做comparability 所以how come 我用這個Face 3跟Face 1、2是一樣的scale 然後commercial是之後拿的license 在transfer FDA不允許你做這麼 EMA也不允許 好像全世界的 所有的regulation都不允許 OK 所以請記得這一點 好 那一樣early late 我只是幫他分析一下 那process validation呢 就是在Face 3的後半段 要做出來的 那一般來講 很多公司做process validation 就是anyqual 3 可以的 沒問題 但是你要去argue 你要怎麼做 但是如果你的廠有兩套 所以你要做什麼3加1 我可能就是說 第一個train呢 可能是anyqual 3 但是因為他們是identical 所以我第二個train呢 我只做一個做confirmation 所以3加1的策略 如果你的廠有三條線 3加1加1 5個batch 你絕對不要跟他argue說 anyqual 3 好不好這樣 111 那他不會相信 但是有人或許可以negotiate到更大 如果廠有四個線 五個線假設 你可以跟他negotiate 是211111 或者吧 但是說真的 你都要cook個六七鍋了 多那一鍋沒差了啦 如果你有可能有那麼多條線 也代表你的market很大 ok 你不可能說 你今天要做一個 什麼什麼蛋糕 然後找了一個好大的一個廠房 去做一個小蛋糕而已 不可能的事 所以呢 在這方面也請你們 好好考慮一下 從manufacturing concept 現在呢 用另外一個圖形 這圖形就是說一些requirements 那這個requirements呢 場裡面的所有的儀器 一開始在phase1之前都是calibrate就可以了 但是到了phase1跟phase2之間 你要開始qualify 那這個過程當中呢 欸 就往那邊 到了這條線之後 你看到那個顏色都幾乎是一樣 phase2之後 我們幾乎都全部是qualify 但是說真的 那個場又不是只製造第一批 那這樣的新廠當然是經過這個process 如果廠這是舊廠 而且是CMO的話 他們早就已經在那個status standby了啦 好 第二個 analytical method 一開始要develop 然後再qualify qualify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qualify 假設這是antibody 你可以不用你的product 你只要qualify用human IgG1 就這麼假設 qualify for the use就可以了 然後除非你要進入phase3 那個時候你就必須要做validation的動作 你要validate你的final product 因為你今天formulation有可能不同的ph 因為有可能做qualification的時候 就是human IgG in PPS而已 但是你的formulation裡面不同的ph 你會去不同的ecebium 你有可能有你的product會interact 這個method OK 有可能 所以這東西要重新validate到product specific before possible validation 所以一般的公司在phase3的過程當中就要做 所以你看到 這個過程當中phase2b跟phase3幾乎都是在這邊 好 經過了一些ICH guideline還有FDA的past validation guideline 他們說past validation最好 你在phase2b之前其實就要開始做一些understanding 我們叫prosectalization 慢慢的到了真的phase3結束之前 你要做prosect validation 那這個prosect validation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要做很多動作 我們發現跟CMO打交道 如果CMO沒有經驗的話 他們以為prosect validation就是quote三鍋 沒有 這三鍋裡面你還要把很多sample拿出來 很多sample拿出來 到最後只剩下大概70%60% 跟原來的commercial不一樣 commercial可能90%都還可以用 因為你要safe一些stability的sample 你要safe做什麼testing 一般還可以到達90% 但是如果是prosect validation的batch的話 幾乎只剩下六七十 甚至六十都用 原因是什麼 這些material待會兒要做scale down model 要做一些impurity的一些東西 我今天可能不會講很多 我會留在今天下午的workshop 今天下午的workshop 我已經準備了幾個question 那這些workshop呢 它裡面就有給你一些 可能一些實際的問題 那我們下午我們再來一起討論 好 CMC Development Area呢 我這個忘了 跑出來太快了 好 第一個我開始要討論的 就是 cellline development 如果這是E.coli 還好 episomo 如果這是east episomo 但如果east是integrated 如果是memence integrated 這個東西我們就叫cellline OK 不是 不是像那種episomo episomo 只要antibiotics 放得好的話 它就是永遠保存在那裡 但是integration的話 那stability是要被注重的 好 第一個productivity required scale of bioreactor 跟number of the batches 這東西都要了解 原因是什麼呢 你今天我 早上提到了 那個cellline development啊 如果你所做出來的cellline productivity 是不夠的 然後經過計算 為了meet那個market的demand 你今天要 可能就是說要cook好多好多鍋 今天下午會有一個workshop的題目 也會來計算一下 那這樣的話這個cellline 如果太低的話 是不能commercialize的 很難的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要討論一下 它required的scale the size 跟number of the batch 一年 你怎麼cover這個demand monoclonalinity目前是很hot 從去年9月到今年2月3月 所以目前我們industry very successful push FDA 的concern 因為FDA有個director 新冠上任三把火 他開始push這個monoclonalinity 然後最後我們最近 好像有點開始calming down calming her down 所以呢 你在phase 1的時候 你可能 你們也都做過這種transfaction的動作 在一個地區上面 就是有一個colony 或者clone 或者在whale裡面 它其實不純的 你想想一個細胞拿了兩三百個plasmid進來 是在intracelbase 但是你的genome是在nuclear裡面 所以這個東西還要進去 進去還要integrate 所以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這個細胞已經1分為2 2分為4 4分為8了 所以它的integration 跟它的integration 不可能一樣的 所以呢 在phase 1你用parental cell line 還可以 有些公司為了趕時間 但是 最好的方式是做subcalling 但是subcalling又要浪費掉6個月 因為subcalling要做兩次 目前有人在做一次的 然後用image 來support 你看day sale就真的是一個sale day1兩個 day2是4個 ok 如果你有這種 公司可以賣 有這麼多resources 可以document a picture for each whale 你可以這麼做 沒問題 但是最快的方式 limiting dilution subcalling 還有 你的limiting dilution 不能只做一個sale per whale 也不能只做0.5 0.5 0.5剛好是一個cut off 現在目前大家在做 是0.1到0.2之間 為什麼 我 我這個96 whale只講了4個起來說話 其他90幾是浪費時間而已 但是我guarantee比較molocono ok 這個方面 請了解一下 master sale bank 也是一樣 你今天決定了一個line 你要create一個master sale bank 你create這個master sale bank 你可以用master sale bank來cook 或者生產phase 1 我們不建議你生產phase 2 原因是什麼 我們看看 master sale bank的下一步 就是walking sale bank 如果你phase 2 還沒有用到walking sale bank 你要用你的walking sale bank 在phase 3 那機率 失敗率 有什麼東西都來不及了 所以phase 2 其實是一個中間可以handle risk的地方 所以我們better去start那個walking sale bank walking sale bank還不止一個喔 ok 所以master sale bank 一般現在industries在bank的話 至少200啦 有人bank到400 也都可以 因為一個vile 就可以生產出一個bank 但是 你的vile有時候要monitor它的stability 在long term 你的vile有可能 如果你是用master sale bank 你做phase 1 或preclinical production 你可能至少要bump掉 burn掉 tool for production 因為有時候你throw一個 你還有一個backup 那如果說 clinical用掉兩個 phase 1用掉兩個 然後還有幾個 你bump的下來 還要浪費掉三個做recoverability 還要浪費一個做microplasma 還要做一個到in vivo的testing 你到最後就已經bump的快差不多了 ok 所以 that's the reason 你用wcb越早越好 好 你可以看到我為什麼用wcb1 wcb2 很多公司用wcb1 來做filing FDA會跟你講 其實喔 我approving的藥喔 不是因為它有效而已喔 我還希望你的藥是永遠能supply給patient 我們今天是為了patient而approving的藥 如果你今天只有一個wcb 你要想喔 這個wcb我們就會 就會create啦 當它用完的時候 他說那你怎麼qualify你的secondwcb跟firstwcb是一樣的效果 能產出一樣的product 你可能會覺得說喔 所以如果你沒有經驗的狀況之下 所以如果你沒有經驗的狀況之下 一般的公司會做怎樣呢 在filewcb1給BLA或MAA的時候 它會prepare一個protocol 我當時是這麼做wcb1 我這一次我給你guarantee我會這麼做 因為有可能你在passage的過程 你收一個file 那天剛好細胞長得好 六個passage就可以收了 然後做出一個wcb1 那下一次因為是十年後 有可能啊 因為這四百個file你要收多少個batch啊 那結果呢 你需要八個passage才create FDA絕對會很擔心的 2 morepassage 6 more generations 他們就開始會擔心 那如果這樣的話 你必須要lock in你的process 那有可能gepartize的是 六個passage我們剛才討論的 跟前面一樣 但是我只能bank300個vile 而不是400個vile 所以用量去secure值 你懂了嗎 好 有的company呢 wcb2也真的bank down 但是不用 但是你不用也可以啦 FDA會過來給你敲敲門 當你file的時候 哦你有second wcb good 然後呢 你的second wcb有沒有用了 所以有的公司呢 從頭到尾都是first wcb 等到被敲門了 哦我們可以try看看 所以說 他們就把second wcb的一個vile 就是用到下一個batch 但是那個batch不能release 要hold until所有的東西 都demonstrate comparability了 才可以用 所以這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現象 你必須要去watch 你看就一個sale bank 就已經那麼多topic了 我們待會兒會看 好在process validation裡面呢 我們需要secure一個東西 叫做maxima sale age 你今天 這個mcb可能是generation 1 wcb可能generation 6,3,18 第18個generation 那你的process 不是說一fold 你馬上就production了 你還要scale up 那我們叫expansion 那個variant就開始expand了 所以但是expand的過程 又不是每一次都一模一樣 但是你今天又不可能就是說 我在sale development 所demonstrate的70 90 generation 就不用了 如果你不file 就等於沒了 一翻兩瞪眼 所以呢 你在sale development 所demonstrate出來的stability 可以到達70 90 generation 你在這邊不用 太可惜了 今天下午 有一個題目 我們可以討論 好 那你的maxima sale age 那個三個batch裡面 有一個要maxima sale age maxima sale age 你要band down 所謂的epcb 我們稱作end of production sale bank 20個batch 因為所有的testing呢 會要repeat 跟mcb一樣 我們來看一看 就在這裡 好 我的一些animation沒有做得很好 對不起 所以maxima sale age呢 是需要在process validation裡面的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之間要做genetic capitalization 以前的terminal叫genetic stability 在2004年左右被推翻了 怎麼可能有genetic stability 如果大家都有genetic stability 所以 even cell line的話 我們就沒有cancer了 cancer是不是mutation來的 所以大家都說 連人都沒辦法control自己的cancer 我們怎麼去control cell line 是stable的啊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呢 formal你叫genetic stability 現在都叫做genetic capitalization 就是capitalize它 它變化多大 這個變化是不是acceptable的 所以這就是capitalization的功能 那這個capitalization 我可以大概 share給你們齁 沒有寫在這邊 可能要四大項 沙森布拉裡面呢 要capitalize 它的integration site 它的junction area 第二個 你要capitalize它的gene copy number 有人用souden block compare with house keeping gene 來ratio comparison 有人用現在qPCR的method 來做copy number 第三個 你要在messengerRNA 看它有沒有被degrade 因為如果messengerRNA 它如果norden block裡面 它已經少了幾個bp啊 或什麼base pair 它可能就是不對 第四個 messengerRNA還要 變成cDNA 然後這cDNA去讀出 它是不是可以產生 一樣的 那個antibody 它的aminoacid bad bone 這些東西都要做 所以這四個capitalization 相信ICH鋼裡面都有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所以你看到那個mcb 它testing有多少 stority啦 microplasma advential virus testing in vitro 還要做in vivo 如果這個東西曾經exposed to serum 還要有bovine iso enzyme 當它的synthetic 就是說它的那個 它真的是authentic的testing 然後那個mouse的那個 因為有可能mouse跟CHO chil cell有很像啊還是怎麼樣 所以這邊還有好多好多testing wcb呢以前一模一樣 那現在呢 這十年來我們已經不做這麼多testing了 只做基本的testing 為什麼 我根本沒有放serum進去啊 那是以前的 我只是demonstrate一下 那這個過程當中 就只有六個mouse passage而已 我不需要 所以很多東西都drop 省錢 做一個simplified panel 最近已經被accept了 OK 你不需要重複跟mcb一模一樣 2001年synthicle是全部重複的 但是後來也不重複了 OK 所以現在就是說 那當然啊 你要去你勾學員 或者你的regulatory strategy 你要come out 好 下一個 maximum sale age OK 也是需要做的 但是它不做stority 因為它只是用了這些東西 去注意test 所以它所有的testing 就是剛好mcb 所以這個東西你要很注重 那如果是in vivo 你當然要live sale 所以為什麼那個剛剛的epcb 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來我可能會講 稍微快一點點 因為時間有問題 那那個cfc development consideration number 2 在upstream方面 那你也知道upstream 有很多地方是project parameter 是scale independent 什麼temperature dissolve oxygen pHC intensity 這種東西 這東西要寫到你的ind裡面 寫到你的BLA裡面 所以electronic common technical document 是需要的 第二個是operating parameter 是scale dependent 今天這個machine 它就是要這樣的agitation speed 這個machine它就要多少的preciation 可能必須要 所以這東西呢 一般講我們不寫進去 那你不寫進去 並不代表說你不commute 因為你還有betracker 所以FDA的想法是 防regulatory 我control你 我又count on 你的quality the people on the side 來幫我 make sure 它的robustness 跟rute producability 所以呢 在這方面 還有一些improject testing 你的cell density vulnerability productivity 這些都有 我們到最後 我們還要測safety的bio burden microplasma 還有AVA 那有些東西我們必須要monitor 有些我們剛剛講的CQA 因為它在cell culture的stage呢 它是lock in的 之後也就很難改變了 那可能就是一些 可能Aggregate Digrid 或者是它的charge 這些isomer Glycocylation 的這個 Oligosecleride mapping Sex exclusion 也都有 那這東西 太多testing 它會因為purification的impact 我們其實就不能在這邊test 因為這邊test沒有用 因為之後還會改 所以有時候要很小心 那這東西我們就是變成了capitalization panel 就說before我們做processor validation 好 我剛剛也講了 processor validation 是N equal 3 那這些processor parameters 你一定要test 你要present給FDA 在你的BLA裡面 那也有些in process testing 那有些東西呢 我要跟大家講的一些 就是說這些 這些parameter呢 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在large scale的時候 是run at a set point 是center 但是你有個range啊 我們講說ph 這個bioreactor是7.0 它可能可以run 6.8到7.2 但是不可能 永遠6.8 也不可能7.2 因為這樣 在這個batch裡面 這一鍋 一玩就完了 所以我們做一個scale down model 我們做一個scale model呢 center to center 那個小的跟大的之間center 它的performance對的 quality也對的 我們就在small scale裡面呢 做shifting 好 你做6.8 你做7.2 它的product quality是怎樣 所以這有些strategy 好 那當然你就是 用這些來做你的qualification 好 downswim area 我今天有可能有點講的有點慢 downswim的area呢 它可能有些linear velocity pH connectivity step volume 還有你怎麼collection criteria 今天下午有一題在collection criteria 好 那一些operating parameter 是scale dependent的 column的diameter total flow rate 因為linear velocity乘上 你的column的cross section 就等於total flow rate 你的filter surface area 這有可能也都是有點不一樣 好 好 那那個implast testing 你的product concentration step 1 2 bio burden endotaxin 也是要monitor的 這些monitor quality attribute 我要強調兩個 FDA 希望你 在你的host cell protein裡面 是小於10個pigogram 那當然這些也要經過計算跟dose 也有關係 但是這是一個thumb rule 你在做process development的時候 也要注意這些 host cell protein也是一樣 大概小於100個nmg 如果你的process 不能control低於這個東西的話 你的process很難commercialize 你可能要多一個step 多一些removal 好 跟你們share一下 好 那downswim也是一樣 他們也是anygo 3 minimum 有時候呢 因為有pooling 我今天upstream 有可能有不同的東西 有pooling 所以有可能他們會多於3 如果沒有pooling的話 那剛剛講這些parameter 也要繼續進到 BLA裡面去 IPC as well 好 這個他們有時候要做一些什麼 step year 的計算 有可能有 full step year 就是說從頭到尾 這個 或者是一些 喔 sorry 我講錯了 這個 這個scale-down model 它有full scale-down model 在關於step year 方面 還有你在scale-down model qualification 有些是 scientific engineering principle 你可以modify說 我這些夠就夠了 因為說真的很難 一切的東西都可以duplicate 很難的 scale-down model 不是identical OK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就做大的就可以了 好 那這些就是有些圖片 來給你們介紹一下 這是protein-A capture 然後這個是 那個 Ion exchange column 好 你大概就可以自己讀一下 好 Formulation development 你要了解iv 或者sub-q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你要做liquid 還是做lio OK 但你如果 concentration 太高的時候 你的 viscosity 又很高 你不能打syringe 打不下去 那又不行了 所以呢都有一個limit 你不能高於多少 那你也要了解 他是要做refrigerated 還是forgent 還是ambient 這個東西很重要 那stability 我剛才講的 希望 你要有minimum三個月 從development 的study 然後你才有覺得 你有安心啊 是3 months minimum 3 months from development study in accelerated OK 如果在 accelerated condition 至少要3 months 那這hopefully 我們在真的real time 是24個month 然後 我可以這麼講 accelerated stability 不叫stability FDA根本不聽了 所以你25度和40度出來的data 只是要了解degradation pathway 然後利用這種degrading 去了解你的analytical 能不能major 或者detect它 做quantation的了解 所以呢 真的real time 是很重要 所以我剛剛 我用了時間在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development stability toxicology stability 到phase 1 stability 也就是有這些 還有你的reference standard 你的reference standard 有時候 有所謂的primary reference standard 還有所謂的working reference standard 這些東西都要很小心 好 好 analytical 那我也大概講一下 有這些 有些capitalization 你不用qualify sorry capitalization的method 你不用validate 但release的 你一定要validate 所以這中間 有點不同 但是你在phase 1、2的時候 你只要qualify就夠了 你到phase 3才真的要validate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了 comfability method stability method 這東西都很重要 還有你的reference standard 你還要繼續qualify 今天有可能有用完的一天 在你還沒有用完的時候 剩下的幾個vile 你要save它來qualify 下一個reference standard 如果你全部用完了 你可能很難解釋 所以有時候 你都有一些 所謂reference standard program manager 來handle this 好 那qualification validation 的差別 我已經寫在這邊 唯一的差別在robustness robustness可能不同的人 那這個只是在講說 它的過程 從development qualification 到validation 好 drop product呢 也是一樣 要anyqual 3 那它的那個range 有可能很大 那你要demonstrate 它不同的那個vile的number 還是什麼 那refrigerated liquid frozen 還是lile 也是有點不一樣的primometer 你要考慮 tech transfer 今年沒有討論 但是我想給你們了解一下 tech transfer 有很多地方要tech transfer的 不只是process 還有 analytical method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個其他地方呢 在process validation裡面 也需要 或tech transfer裡面 要注意的就是fmea 因為quality by design 我們不可能有所有的data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fmea來幫忙 那你當然還要做一些CTDD的authorization 你要author right 你還要response 那個review comment FDA EMA 我記得我們接受到幾個wave之後 EMA總共問了250個question ok 有些question很簡單啊 他們只是不知道去哪裡找data而已 都在file裡面 還有我覺得 如果你能involve pre-approval inspection 那是一個fund ok 今天下午 我小時候我們可能可以再討論一下 還有你怎麼做post approval commitment 他有時候approve給你喔 他要你做一些commitment喔 那這commitment 如果你沒有follow好的話 你的drug會被pull of the market喔 就給你們大概講一下 好 那今天就是說很高興 能回來第三年 跟大家談一談這個東西 80分鐘真的很難 因為我記得上個禮拜六 在trpma講了一個小時又10分鐘 兩個小時又10分鐘 一樣的類似的topping 但是他講的可能還比較多 所以你有什麼問題嗎 在這個方面 還是我們可以留到下午 如果你watch out的時候 你可以問 那如果你不能attent今天下午的watch out 請 feel free 如果在學術界做這個biologics 那你說做這個sail line 在學術界一般的lab 做sail line 事實上有點困難 那你說要給業界投資 有時候業界又說這個too early 所以不知道這個 你有沒有這個相關的經驗 你認為什麼樣子的模式可能會最好 對 在業界的時候 在學術界 因為你的resources是有限的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有一個scientist 他可以做sail line的development 我其實說真的 業界跟學術界沒差多少 只是說他們可能有三個人一起做 他可以有更大的選擇 他可能從1000個選下來 你們可能只有100個選下來 或200個選下來 因為你時間不夠 那唯一的方式就在這邊不同 但是我的建議是 你必須要設一個 你未來market demand的這個model 我有多少個patient 我一個人可能要打多少量 你去計算 那這個sail line 它的productivity要到多少 那唯一比較難理解是 因為你們沒有bio reactor 或scale out的經驗 因為你一個sail line 你每次都是一個batch 對不對 然後你就major它的titer 可能最多200-300個mg per liter 就很高了 但是我們在產生的時候 都到2g 3g per liter 因為它是fat batch 它在裡面14天 15天 17天 所以呢 在這方面可能你需要一個translator 那我可以provide給你 如果你在你的實驗室 每個passage 3-4天或4-5天 你的titer可以到達300個mg per liter 你的sail line 在fat batch裡面 可能可以到達2g per liter 那就好 但是一般來講 你們academic的sail line 可能大概最多在100以下 所以選擇的方式要很小心 那像說你有一百個 不要一次只剩下10 你的significance 你就loss了 因為我的建議是 因為那個sail line 它還會再慢慢的 所謂的 怎麼講 它那個population會drift 所以呢 你可能從100先掉到50 再掉25 再掉到12 再掉到6 然後那6個你就把它bank起來 都不要丟 你可能最後選擇第一個 來繼續做你的研究 有可能到最後那個一個 就不stable了 回到2 3 4 5 這是我的建議 好 請問一下你剛剛提到的 那個genetic compensation 那個部分 是 在那個 在 這裡是提到的是marketing application 的時候 對 在那個 臨床試驗的階段 需要做這一部分嗎 Depend on你們公司的resources 現在很多bit pharma在phase 1 就已經先嘗試在實驗室裡面先了解 它的怎麼做 因為有時候它integrate進去的sail 你那個restriction enzyme 不好選 所以他們就利用那個時候 先做一個early stage的understanding 那這個方法也等於你準備了你的know how 或者tour box 當到你在phase 3的 或者是marketing application的時候 那個9進來的時候 你已經ready了 所以很多現在目前的公司 Phase 1或Phase 2 至少把那個end of production拿一個出來 但是那又不是maxima sale age 對不對 因為那個沒有requirement做maxima sale age 但是better than nothing 所以有些公司已經開始做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訓練那個組員 他們去變得更了解該怎麼做 因為有時候說真的 end of production sale一出來 你馬上就是每個人就stand by了 很緊張的 喔怎麼一track DNA 一track RNA 怎麼做做做做做做 在三個月裡面要deliver一個report出來 那這個過程當中也訓練了 在公司裡面 在seal my development 他們還有一個任務 就是做genetic categorization 所以他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第二個head 這是我的建議 但是不要等到最後 process validation 來說他們方法在哪裡 什麼在哪裡 所以有時候把它當作是一個試驗 對不對 最近你們也常常看日劇吧 日劇裡面不是那幾個醫生 昨天是最後一集吧 我忘記了 這叫什麼名字 什麼醫生什麼什麼什麼的 他們不是都要在那邊 模擬怎麼綁那個線啊做手術啊 對不對 昨天11點有人看電視了沒有 57台 75台 75台 因為我一直陪我弟弟在看 對台灣的電視我也不了解 所以有些東西也是必須要熟能生巧 所以我們做CMC的 很多東西我可以建議給你聽的就是說 group approach family approach 只要是IGG1可以apply到 other IGG1 只要是CHO apply到 other CHO 除非它是IGG4 除非它是NS0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是different topic 所以盡量build你的platform在company裡面 這是另外一個encouragement 或suggestion advice給你們 好 那就這樣 好啊 那我們今天上午先到這裡 再次謝謝Frank 好 謝謝